纪语 李承鹏 我常听到一些朋友说 不要总对这个国家说三道四 你这么不喜欢这里 怎么不离开这里 看来这些朋友是把爱一个国 误会成爱一个妞了 不喜欢一个妞 当然就该离开 以免耽误对方 可是爱一个国家 就要说三道四 这才让它变得更好 就像你抱怨小区下水道 总是堵 物业冲过来 你这么不喜欢这里 干嘛不滚到其他小区 这就不好玩了 还有一些朋友爱说 难道出去当二等公民吗 是的 我们在国内是一等公民 一等就是六十年没见过选票 一等还清房贷 已是两鬓如霜 一等公交得四十分钟 好容易挤上去 却被挤成照片 出了事 死亡名单上名字 却被省略号 一一等掉的公民 我这么说 很容易被当成西奴 其实我鼎鼎看不起西奴 我觉得中国没有西奴 只是因为有太多的防奴 学奴 医奴 车奴 才貌似好多西奴 我觉得 总惦记着西奴 恨不得做个小纸人 天天用针扎 生活里简直不能没有西奴的人 才是西奴 西奴 西奴 我是不会移民的 经过这么多年教育 我已清楚地认识到移民的悲惨遭遇 首先 我已失去在国外创业的能力 虽说一两千美金就可注册一公司 可遗憾的是 按我们乍到生地的传统 总得混个地头熟的传统 那里并没有街道办主任可供塞一塞红包 请阿瑟在唐人街吃个麻婆豆腐 都算行贿 工商税务的亲戚全然不能罩着你 卫生部门严格的 跟联合国和解一样 别说地沟油 隔夜沙拉 也罚得你没底库 投资移民要给本国人提供十个就业机会 但不可以用乡下表亲身份证冒充 更不能用智障工人 犯了事 你妈是希拉里 也照不住 咬牙去刷盘子吧 偏偏美国青年酷爱刷盘子 伸手奇快 一脸殷勤的样 不小心就碰一总统的儿子上岗竞争 简直看不出是黄二代 洗刷刷 一会儿就把我秒了 我流落街头 也没什么乞讨的能力 我已容不尽美国的流浪大军 那些流浪汉 眼神淡定 要么会拉小提琴 要么会画画 最不济也会办个小丑 把橘子扔得穿花似的 我从小学奥术 总结中心思想 练团体操 做肉体背景板 才艺确有不歹 最重要是那些流浪汉 一脸从容 而我两眼胶着 三心不定 四肢僵硬 浑身的不法分子气息 总幻觉 城管踹摊 风吹草动 就要拔腿而逃 很可能被FBI 当恐怖分子抓起来 虽然我也有成为富人的小概率 可一看 乔布斯私生女被曝光 都不见有关部门出来辟谣 盖茨被起诉 垄断经营 发改委也不出面 保驾护航 顿失当富人的勇气 从政最不划算 不说随时被选民拎出来质问 玩个拉链门 都要被调查 也不准备各把文工团 女演员连欢连欢 这样当官就太没乐趣 重要的是 我已不适应那里的生活 喝不惯不含舍利子的牛奶 吃不惯不添加断肠散的方便面 特别呼吸不惯 PM2.5不超标的空气 那里的空气 真是太糟糕了 吸一口肺都变绿 街区太安静了 走八英里常见不着一个人 有时候都担心会不会遇上狼 娱乐匮乏 别说包个二奶 有些周零点十分 酒吧都得关门 没有春晚 同一首歌 感动美国 连个盗版碟都买不到 更别说上网 看看官员的群僻视频 反正我是不会移民的 国外太固步自封 一条法规居然执行了两百年 我的祖国风起云涌 多好玩 社会新闻每天一个小亮点 每周一个大亮点 每月一个爆炸点 明天有爆炸新闻 已不再是新闻 以何种惊世骇俗的方式爆炸 才是新闻 总之那边是好山好水好寂寞 这边是好脏好乱好快活 国外活的是尊严 但国内活出的是派头 虽然这里的食品 饮用水空气适毒了一点 习惯就好 久而久之 人人就修炼成欧阳风了 等到死了 墓地居然是永久的 这让习惯20年使用权的我在地下 情何以堪 怎能入土为安 当然 最最受不了的是 在国内我们天天骂美国政府 到了美国 人们还是天天骂美国政府 国内媒体天天批评奥巴马 到了美国 媒体还是天天批评奥巴马 国内的专家嘲笑华尔街 在美国连华尔街自己都在嘲笑华尔街 花那么多钱 我都搞不清到底是移民到了美国 还是偷渡回了中国 前段时间我发了一条微博试探民意 给你一千万 你移民吗 不料大部分群众没觉悟 纷纷说要移 只有少数朋友深名大义 给我一千万也不移 因为有一千万还不如捐个村官 两年就可赚上一个亿 我觉得给我十个亿也不宜 有十个亿比美国总统活得还滋润 修个比白宫还豪华的办公楼 养一些比兔女郎还风骚的女孩 网络些比CIA还狠的条子 再圈养些比泰森还能打的城管 出门警车开到套牌奔驰军车 要是撞了人告诉他 我爸是李刚 不 告诉他老子刚撞死了李刚 总之我是不会移民的 我知道人人揣着一颗移民的心 只因为人人有一份移民的感受 可是别移 一是因为你既贫穷又卑微 根本没条件移 最多只能梦移 重要的是 你看每回开会 下面黑压压一片 全坐着外国人他爸和他妈 你移出去还是受气 所以我们坐等他们移 只当他们去卧底去祸害美国 以他们的能力不一会儿 就把那里搞乱套了 那里乱套了 这里清静了 中国就霸业了 民族就雄起了 到时候我们只需做的是 严防死守美籍华人来移 所以不管过得再苦逼 也别移 这其中的道理 先生其实早就打过一个际语 此所谓贫贱不能移 也是历任领袖刚领姓指出的 坚定不移 2011年11月30日 本文收入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好 感谢观看